中超联赛第25轮 目前的中超反手球队上海上岗 在主场迎战来往的贵州横峰 从上半场情况来看 本以为中超投赢要在保极球队身上翻船 但是没想到下半场的上海上岗还是惹不起 60分钟前的连续三个进球 让上半完全成为进攻演练的教学赛 而这场比赛之后 吴磊也是再次刷新的进球和助攻记录 上半场的上岗如果不是王生超的进球 估计很多球迷误以为今天的这支上岗是另外一个球队 而整个上半场 吴磊几乎处于野生状态 在前场并没有融入进攻体系中 而仅有的几次突破机会也没有奏效 反而在防守端发挥了更多的作用 比赛进行到下半场46分钟左右 从中场才会抗的传球 到埃尔克森的一脚不停球的过渡 再到吴磊和胡尔克的一脚撞墙传递 最终由吴磊转才防守队员直面守门员 这次面对几乎单刀的机会 吴磊一蹴而就 而埃尔克森的进球奥斯卡的助攻 以来自吴磊的底线传递 而比赛进行到56分钟 吴磊没开二度 这个进球更加体现出吴磊的强大 在这次的进攻中 观察到外围的吕文军 有机会拿到球的情况下 吴磊在吕文军传球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看到身边防守队员的位置后 吴磊提前转身准备启动 这个进球可以说是世界级教科书 一般的反阅位战术 如此精艳的世界级跑位 带着这样的状态去国家队报道 或许会在 国足再次爆发 可以说是李批在最近生活的最好消息了